Yo 我是William 最近我染了一頭銀藍色的頭髮 漂染真的很傷頭 所以要拍一條影片記錄一下才等 最近我有做健身 要控制飲食 但我又要酷牙 已經很少外出拍美食影片 話說我就快酷完牙 之後會再見牙醫 看看需不需要做一些微調 最後我再拍片跟大家分享我酷牙成果 今集跟大家開箱 我之前拍了一條關於酷牙的清潔 五件好物 很多酷牙的朋友跟我說很實用 我最初意想不到 原來Sanium有看這條影片 他們還寄了兩件好東西給我開箱 就算沒有酷牙 你們每天都會適合用的 那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立即跟大家開箱看看 一大片 兩包東西 究竟是 什麼來的呢 大家猜不猜得 原來不是 有三包東西才對 有三包東西 嘩 這是什麼 拆開它來看看 這件 是我最喜歡的聲波震動牙刷 這件其實我之前都有賣開來的 趁它特價的時候買了很多枝 我爸爸也有 我媽媽也有 我妹夫也有 我自己也有 那我自己最喜歡黑色 那它又送了一枝黑色給我 非常開心 那我先開牙刷給大家看看 因為平時如果我們要買一些聲波震動牙刷 但要全黑色呢 其實都挺貴的 那如果大家要買一些 叫稍微有些牌子的話 我會說 超過兩千元 甚至一定是過千元 那所以為什麼我之前都會買這枝牙刷呢 因為我覺得它很抵用 非常之好用 聲波震動牙刷 它是比普通那些 就這樣震震的牙刷 實在好太多了 那本身這個盒 已經是很漂亮 那你打開它 那首先有一張卡紙 都是按Menu來的 每分鐘震動33000次 自動有兩分鐘 每30秒提示一次 兩分鐘之後 它就會停機 那就是這枝牙刷 那這個刷頭 那應該呢 它的底部那裏 就是有個充電器的 我所知就是 對啦 那前面這個是USB頭 還有一些保養卡之類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都用了好幾個月的 我自己給錢買的 我最欣賞它就是 通常我充一次電 用整兩個星期都可以 其實它就算不寄支給我 我都其實很想推薦給大家的 我自己給錢買 都買了很多支 因為那時候它有段時間會搭架的 我覺得很棒 黑色真的很漂亮 那我還買了一支粉紅色給我媽媽 買了一支白色給我爸爸 它好像還有一支 忘記了藍色還是綠色 都是很漂亮的 整支牙刷就很圓滑 很好握手的 功能都很全面 有三個Mode 不用太多 我正常開 按一下就會開 等一下按一下就會關 很簡單 它第一個Mode是Plein的 就是一個正常 我們普通情況下 刷牙的Mode 它如果轉Mode 就很快按兩下 就會去到一個叫做敏感牙齒Mode 這個可能我們 酷牙的時候 比較酸痛的時候 就比較適用 它就會輕柔一點 舒服一點 就不會太刺激了 如果我們很快按三下 它有一個叫做Riser 即是美白毛 這個就會加了一些 大力一點 有一點的衝擊力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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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擦一下 然後擦一下 就會比較刷得乾淨 尾白牙齒 很簡單一支 如果要玩一支 聲波震動牙刷 又要有3萬3圈圈的話 和這麼便宜的話 顏色就真的好漂亮 所以這支我推薦給大家 這支真是正 再來 就是這個 這包是什麼 好像條片有點長 不如我分下一節再跟大家開這兩盒好嗎 如果大家對這件升波震動牙刷有興趣 又想買得便宜一點入手 不妨在下面找一個優惠碼 你去它的官網就可以有優惠 OK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點贊訂閱 按下旁邊的鐘仔 有新片就馬上收到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拍片創作者最大的動力 好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開賣另外一件產品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